书业们,今天我们来写下俗语,例字言为本,这五个字,一起来看一下 慢慢收的时候呢,转过去 可以分为一笔,也可以分两笔完成 两笔的话就是一点一横,那么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这个例字 点完之后,往上抬 再评下去 当然这一点呢,一个小小的提笔也是可以忽略掉的,但是呢,往上提的话更能显示出那种笔断一连的感觉 短痕,两笔呢,都是比较斜的,但是啊,上面的这一个短痕呢,会稍微比较 长 好,这个新字,这个握钩呢,也是比较难的 早一期呢,我们一定要讲一下这个握钩的写法 一定要长一些 后字,居中 就稍微突出来 就这里突出来,这里突出来 而且呢,这一笔呢,会比较重 这两个短痕呢,虽然是比较短,但是这一笔呢,会稍微长一点点 居于中间,这里 不要写偏了 围字 围字呢,围字呢,我们也是写过好几遍了 往上抬 写下来的时候呢,慢慢说 慢慢说 不要出现属须 写每一笔的时候呢,都是要比较 谨慎 谨慎 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呢 把细一点,然后转折的时候呢,就开始加重了 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 笔画之间的对比 这个勾呢,是要勾得比较大的 那么 这几点呢 尽量的往上贴 这个往上贴呢,很重要 往这一笔贴 然后最后一笔呢,会稍微长一点点 中间这两笔呢,会稍微比较短一些 这就是这个围字的一个 一个这些细节 结构 那么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呢,是一个本字 本字的地笔呢,是比较斜的,但是不要太长 这里呢,稍微露个头 露个头的时候是比较重的,撇出来 再粘粘一些 到这的时候,银纳 银纳一定要考虑左边一笔的那个长度 点凉一下 这样左右结构看起来会比较协调一些 短和往上贴 竖笔呢,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稍微往左边顿一下,然后收笔 笔子 比较长 这里也是比较宽的 中心点在这里,中弓在这里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五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呢,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标